3月14号 李玉刚的粉丝一早便聚集在首都国际机场为李玉刚送行 此次李玉刚将带着个人舞台作品《新净华水月》 迎邀到新加坡演出 而作为国内的知名艺人的他 早已用声音和表现折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 不管是年轻的小姑娘还是上了年纪的阿姨 他们都十分热情地一遍又一遍配合彩排 为了祝福李玉刚这次新加坡巡演成功 粉丝们还特地为他准备了礼物 我们准备了这盆花 这盆花是太阳花 然后我们就希望玉刚这次去新加坡能演出成功 然后也希望他以后的演艺事业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国内高斯为玉刚准备的礼物 新加坡那边也有一份 所以这是一对 当李玉刚到达机场时 粉丝们都疯狂了起来 李玉刚亲切地和粉丝互动 真诚地接受礼物 并热情地与粉丝合影 对于此次新加坡之行 李玉刚不仅带着演出的任务 还带上了自己的父母一筒钱了 这次我带着我父亲和母亲 本来他们也不想给我添麻烦 但是呢我还是决定说 因为他们很少出去 他们不太愿意往出走 所以这次我也是说动他们 说跟我去一次 在我的请求之下 他们才跟我去 又故意了播报 刘福康 王云华 北京报道